在佳林关于战中 97级的唐浩为何这么狂 居然敢叫嚣98级的金恶斗罗 是谁给他勇气呢 唐浩拥有10万年魂魂 金恶斗罗也有10万年魂魂 且他们俩还魂力差了一级 别小看这一级 要知道在95级以后 一级的差距其实就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但即使是这样 唐浩凭借着浩天锤的绝技大虚拟锤 仅用了三锤就振飞了金恶斗罗 在双方干交战时 金恶斗罗就使出了第六魂技 和唐浩硬碰硬 在唐浩施展出第一锤时 两人都没有使用魂技 都只是简单的身体估计 完全就是肉体的较量 结果金恶斗罗败下阵来 之后的唐浩回转加利施展 浩天锤的乱披风锤法 还开启了杀神领域 这时的金恶斗罗也开启了五魂真身 力量瞬间暴增 两人最终也只是打了个平手 可见金恶斗罗也是不弱的 而唐浩的这第三锤 不仅有着五魂真身的加持 另外还加了第九魂技和大虚拟锤 在这一种加成之下 配合上唐浩霸气威猛的气势 三锤就打费了金恶斗罗 在感受到了对方霸绝天下的气息后 金恶斗罗虽然说只是受伤 但他的心底里知道 自己已经输给唐浩了 不敢再赞 那么小伙伴们 你觉得如果唐浩对上千道流 他们俩谁会更强呢 下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猜测吧